本章节讲的是所谓的无钱的行销 因为我个人觉得其实有钱的行销跟无钱的行销 事实上是有大差异 既然是无钱 他就要确定能够在没有钱的情况之下 然后把自己的构想传播出去 所以在这个章节部分 我的标题是讲如何把客户拉出来 那拉出来的话 希望透过客户的一种知识分享的方式 也就是说客户确实有得到知识 所以他觉得他可以学到东西 所以他跟我们站在一起 这是一个把客户拉出来的过程 那到底客户拉出来的过程有哪些过程呢 第一种过程是透过专业的部落格 第二种过程是透过书商的资料库 因为基本上书商他在买书的人 长期之间他会有一个 就有点类似收视习惯一样 他每一笔购买的金额 他或者他每一种购买的书籍 确实是有资料的 第三个部分 我们就透过一些以上课的客户名单 那这些我们就讲的就是所谓的高价值的客户 你想想看同样一门客 有的客户是 你送他 他不见得要 你送他 他也不见得会看 甚至有的客户的话是基本上来讲 他可能愿意花个100多块买你的书 跟他可能愿意花300多块买你的书 甚至有的客户愿意花1000多块买你的书 那如果说以上课来讲 这就是一些比较high level的 就是说举个例子 通常我们一门客在开 可能是6天 可能是4天 那那个单价都不便宜 可能是6000块 可能是1万块 可能是1万2 那同样的一个知识 客户希望他愿意花1万2 去了解这一本书的精髓 或者说他 甚至你送他还不见得会看的情况之下 这客户就会有所等级 所以如果时间许可的话 当然基本上来讲 我们是 我们是当然是 如果有些客户 他本身对我们是非常希望的 或者他在心中 他认为我们是非常价值的 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以同等的心态 在优先排序上 因为你认为我价值 所以我也非常以优先 最优先的姿态去做服务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以上课的客户名单 去把客户拉出来 第四个部分是可以透过广播节目 第五的话 是可以透过一些网络影音跟问答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 既有出书的一些读者会安表 或者像书后面有可能附了一个课程报名表 甚至我一些跟一些文创中心合作的过程当中 可能书还没有出版之前 我就摆在那里 然后后面有两张表 第一张表谈的是 如果这本书出版的话 你愿不愿意买 第二个是 如果这个作者开讲座的话 你愿不愿意来参与 那参与的过程 当然讲座所谓的大讲座小讲座 也有所谓的签书会 有所谓的问答会 看各种不同的题型 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不断的产生 甚至我们可以透过买一送二的书局议定表 就是其实一本书在出书之前跟出书之后 它事实上是会有很大差异的 因为我们要为了呈现结构 为了让这个书更容易懂 在文章跟写作方式的时候是会做很大的调整的 那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假设P来讲 买一送二就是我一次送你两本 第一本是编书后的结果 一本是编书前的述稿 那第八个部分是透过更大型的聚会 可能像是听友会 歌友会 或者读书会 研讨会 像类似这样的 当然也可以透过一些签书会跟相当活动 甚至于我们可以透过几家专门的 可能是补习班 它的一些研讨会学员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 将知识布达出去 然后把客户拉出来 接着部分的时候我们今天讲 那重点其实不在于说 我们长得帅不帅 漂亮 台风好不好 或者听的过程是不是很有趣 其实就我对于补习班的研究跟了解的时候 我发现只有客户 他感觉到 也就是他听完你的课 他真的有学到东西 他人生有整个upgrade 就是升级 他发现 他听完你这个课 跟听完这个课之前 他人生确实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才有办法吸引他 不断的来你的地方 不断的去阅读你的书籍 所以我们现在常问 客户真的有学到东西吗 那接着我们就要想 客户进一步他想要什么东西 接着我们会了解 他可以怎么去参与我们的活动 或者他可以怎么样去参与我们的内容 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活动 透过什么样的课程 透过什么样的团队 透过什么样固定周期跟固定地点的方式 去不断的做作者与读者的同时成长 所以有人常说 其实写作是一种创作 可是读者在读的过程 他这个也是一种创作 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假设会议来讲 其实大多数的作者跟读者之间 他是没有所谓的一个可以彼此了解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常说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试水温的地点 就是说他本身他是一个简单的实体地点 也就是说你到这个地方很容易 你就可以接受到这样的讯息 你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事情 所有发生的过程 然后希望透过这个地点去寡判的引起回响 所以我们会有所谓的预约的诱因设计 像说买新送旧买一送二 因为其实大多数的作者很多作者 他不可能只有一本书 他可能有好几本书 那这好几本书为什么会有好几本书 如果说他已经出版 那当然购买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金钱为大 可是现在重点是 其实很多书是还没有出版 其实很多书他本身是有阶段性的 其实很多书是 书商可能根本就拒绝他 不让他出版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这诱因设计上 举个例子 像可能上讲座送书 或者说假设比尔要开一个签书会 那当然他会有一些费用 那可是如果说他在前一个月报名 那我们可以买一送了 也就是他多找一个人 那这样子方式来扩大影响力 所以这就是一种试水温的地点 就好像我的声音影音档一样 我试图把很多东西切割成五分钟的单元 然后试着讲出或思考更有料的内容 那透过这个过程不断的跟我的读者 引起所谓的共同成长 所以我们今天讲除了客户资料库的掌握 除了课程的掌握 除了书籍的掌握 其实我常在想 因为作者不只是我一个 我可能认识十几个作者 他们可能就有一些专业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 我建立一个资料库去让所有的读者 就是说你想学什么东西 你就告诉我 因为那其实我个人是很难得知道说 其实有人搞不好有很多知识 你是想学的 可是你苦无途径想学 或者你找不到这方面的书 可是对你来讲很重要 那我们就透过这种读者资料累积的过程 去累积读者的心声 去找出一些值得写的书 值得上的课 然后透过一个固定地点 一个回馈讯息的一个中心 有点类似像现在一般有一些咖啡厅 它的特色叫做创业咖啡厅 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你在那里它是一个开放空间 那因为它已经注明 它是一个创业咖啡厅 所以其实到那里 乘出空间的人 都是想创业的人 然后透过这种创业的风险投资人 或者创业者在那边固定的 可能办活动 可能聊天 或者支援一些东西的时候 创业家他的思想可以更成熟 那同样的 为什么我们出版业不能这样做呢 也就是说 假设比例来讲 同样一本书 我的出版社可能认为说 这本书不值得出 可是搞不好其他出版社认为说 他这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好书啊 我觉得个人价值观是确实会影响到整个出书方向的 所以说 如果我可以放一些未出版的书 他可能是因为他不能出版 可能是他还没有成熟 只是一些手稿 可能几十页 或者大纲稿 或者是个草稿 或者说作者觉得这个诱因不够 或者我可以放在那里 然后去收集 就是以听众的声音为主了解 听众到底愿不愿意看 听众要不要觉得过程是不是真的觉得有一种享受 或者说假设比例来讲 我可以透过 也许作者的想法还不成熟 我可以开一些简单的讲座 那透过不断的累积讲座 去把一个完整的书码 就是说一本书 去把它创作出来 甚至我搞不好可以发现 更多有魅力的演讲者 其实也不一定 所以这就是我的构想 那感谢各位 其他我的影音内容 各位可以参考玩销利 在网路上搜寻玩销利就可以发现 谢谢各位